不要过来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是厨子祭祀 不是的话卖掉 是 主人 不好了 不好了 主人 主神殿配合警方 攻入了太阳殿 我们的兄弟 大部分都被抓了 主义 我要杀了你 主人 刘断青山在 不怕没缠烧 我们还是先撤吧 走 没事了 你可以回家了 谢谢 谢谢大人 沈君 诸神殿市委 依旧是被太阳殿关押的女人和儿童 诸神之殿 明镇还宇 世上鲜媚 匡扶正义 吩咐下去 全力配合警方 围剿太阳殿云夜 是 十五年了 不知道我的七个姐姐们 现在怎么样了 站住 我 我要再跑不动了吗 我乃堂堂诸神殿神君 来我大姐住所看望下他 有问题吗 你是神君 我看你就是个贼 现在我能去看我大姐了吧 没想到大姐 还是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紫罗凤 难道我找错了 别叫 我找我大姐 你 别过来 大姐 我如果说我是你弟弟周易 你相信吗 周易 你真的是周易 小的时候为了救你 我被一群狗追着咬 结果 屁股上至今还有一排狗牙龈 要不 我脱下给你看看 你真的是老八 这么多年姐姐们一直在找你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 我被人贩子抓去飞蛇挖黄金 结果碰上矿洞倒塌 差点把我活埋 还好 有七个姐姐保佑我 才能 不要以为你轻轻 不要以为你是我弟弟就可以占我便宜 姐 你的心 还真是狠 我去换个衣服 一会我们出去庆祝一下 大姐是找到了 也不知道其余留个姐姐在哪 秦儿 都我女朋友好吗 你谁啊 你 你怎么在秦儿家里 这个人倒貌黯然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惜啊可惜 外强中肝 肾虚严重 长期沉迷酒色吧 你他妈瞎说什么呢 你才肾虚呢 倒是你小子在这儿胡言乱语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我把你的病情说出来 是想让你去看病 你却以这种态度对我 往一边去 少耽误我这个事 秦儿是我的女 她不会见你的 干净滚 给你脸了是吧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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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锋 姐 给你 我特意给你买的 嗯 苏星 我追了你那么久 连你的手都没碰过一次 你现在跟这种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垃圾 在一块搂搂抱抱 太亲见自己了 陈国锋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苏星我提醒你 我们两家的合同 马上就要到期了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吗 我看你还能硬起到什么时候 我看你还能硬起到什么时候 对啊 弟弟 你想吃什么跟我说 姐弟相聚的日子很快乐吧 可惜接下来的日子就难过了 果然掉在这儿了 还好我有苏星家钥匙 喂 怎么样子助理 考虑好了吗 陈总你不要为难我了 苏星是我的上司 也是我朋友 朋友 那要是真把你当朋友 这么多年你还会是一个小小的助理 可是当年要不是苏星的子助 我根本读不完大学 读不完大学又怎样 你母亲病危 你会照样拿不出钱来给你母亲治病 我 我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我给你一笔钱 还推荐你去直播公司当医姐 怎么样 你要不答应就算了 我再找别人 陈总 好吧 你说我要怎么做 姐 你酒量不好喝这么多干嘛 我弟弟回来了 我开心呗 狗东西 又见面了 本少说过 这笔账我不会忘的 今天 我就是来讨债的 你是白天没把你打舒服 晚上回来特地讨打是吧 闭嘴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就是要抢走苏星 然后让你跪在床边 看着我玩的 呸 陈洛峰 你无耻 姐 这件事交给我解决 你在后面看着就行 你们几个 连给我塞牙缝都不够 来吧 行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上 现在 狗 说我呢 我是狗 那叫两声来听听 要是我大姐消气了 今天就放你一条狗 我 汪汪汪 今天看在我大姐的面子上 放你 滚吧 滚吧 滚 走了 臭小子 本少 本少绝对饶不了你 弟弟 你知道吗 这个摩天轮转一圈 时间正好是十三分十四秒 寓意着一生一世 正好 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我好害怕 你会再次突然消失 姐姐 如果我再这样吓唬你的话 你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 狠狠地打我屁股 姐姐 我这一生一世 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再也不会离开你 我这一生一世 丢下我们跑了 要该就该那个小白脸 太能打了 好戏才刚刚开始 小赵忙什么呢 报告所长 我最近一直在查本氏儿童失踪案 现在有个命案想让你协助警方调查 但 所长不用顾虑尽管吩咐就好 这个案子和因大姐苏情有关 什么大姐苏情 还是跟小赵一样喜欢赖窗 大姐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在睡啊 你知不知道出事 小灵手别把他吵醒了 大姐 你这么快就我男朋友了 很累的了 不是 我只是昨天晚上跟他一起去天开酒店 酒楼了 你昨天晚上跟他去喝酒了 杀 有什么问题吗 昨天晚上天开酒的门口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了两个 据目击者称 就是昨天晚上和你喝酒的那个男的杀的 怎么可能 老三你是不是搞错了 老八昨天只是出手教训的那两个人 根本就没有杀人 老八 周易 就算他是老八 他现在也是嫌疑人 我要把他带回侦探所 审问一番 哪来的疯女人 竟敢在这里惊扰本神君睡觉 说说吧 谁是疯女人 三姐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独白 不先给弟弟来个拥抱吗 等你证明你的清白 我自然会帮你一下 现在不行 那好 一言为定哦 我 从现在开始 请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姓名 周铁蛋 周铁蛋 你信不信我让你变成周人蛋 赶紧说名字 周易周易 姓别 三姐 你这个问题问的本来就很有问题啊 我是男是女你不知道啊 案发的时候 你在哪儿 那天我和大姐吃完饭出来 碰到陈国那群人 哭着求我打他们 我只好满足他们的变态要求咯 老爸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你这样不正经我怎么帮你啊 三姐 冤枉啊 我一直很正经的 喂 小赵 赶紧把周易放了 凶手另有欺人 所长 凶手是谁 哎 小妞儿 长得挺水灵啊 陪个玩玩 就怕你玩不及 小妞儿 你跟老子玩 老子不玩死你 媳妇我姐姐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哎 三姐没事吧 没事 哎三姐 你可不能这么无情啊 刚才可是我救了你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已经清白了 拥抱一下吧 啊 龙嫂 龙嫂 三姐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我 龙嫂 黑龙 不对 哎 老大 不好了 后面有个很厉害的人找你 什么意思啊 难道比我还厉害 黑龙 准备束手就擒吧 哼 这不是我那死对头 赵大侦探吗 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难道是想我了 你给我闭嘴 你现在涉嫌一宗命案 我先来抓捕你 抓住我 算你能耐 但是被我抓住 看我不玩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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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昨晚天凯九楼门前死了两个人 是不是你杀的 三姐 你不觉得整件事都很蹊跷吗 沈君 在天凯九楼前 杀死两个保镖的是一个蒙面黑衣人 他丢下黑龙令牌是想栽葬黑龙 而那个武器你杀人的 则是陈国锋 好 继续调查 看看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 至于陈国锋 这一次 我要亲自登门拜访 我这样做是不是太对不起苏青了 哎 哎 美女 请问一下星辉路怎么走啊 哦 你朝前面过两个十字路口 再左拐就到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是个路痴 你方便带我过去吗 对不起啊 我还有事 你找别人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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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现在航行不好 只能到这一个啊 你是谁啊 我求求你放了我 哎 请人容易放人难啊 我妈现在还病重在医院 如果没有她怎么办啊 干我们这一行 最怕就是坏了规矩 人是断断不能放的 啊 你们要钱吗 我可以给你们钱 我求求你放了我 你一个上班族 能有几个钱啊 不如把你卖了 我们还能拽上一遍 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听话的人 啊 这是她的 放人 啊 主人 为什么要放了她 自己的人不能动 这也是规矩 是主人 是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周一 我本来想让你死在黑龙的手里 没想到她竟然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的公家乃是死 你将迎接更加残酷的审判 周一 周一 你个狗东西 现在是不是正在被审问呢 啊 等你进了监狱 我一定找人把你的骨头 一根一根敲碎胃狗 我一定找人把你的骨头 一根一根敲碎胃狗 一根一根敲碎胃狗 你干嘛呢 你信我 老子让你停了吗 信不信老子把你卖了 陈上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吧 陈国锋 你犯了诬陷诽谤子 现在请跟我回去接收调查 你们俩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来人 好吧我来 爸 你们是什么人 陈天启 来得正好 你认识我 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吗 十五年前 我只有五岁 在孤儿院被你的人打鱼 买到非洲挖矿 属性你居然说不记得我了 嘿嘿嘿 你们这些人就是贱命一条 不配活在这世上 不如让我赚钱 好为这社会 减轻点负担 凭你的能力 根本没有这样的胆量 你的幕后之人是谁 那人心中神秘我什么都不知道 求求你放过我 放了你 那些被你杀害的儿童 那些因为丢失儿童而心碎的父母 岂不是很外劝 老爸你别冲动 放开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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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恐怕不行了 爸知道你对肃青的心思 所以爸为你做了一件事 我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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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逃避不了法律的制裁 警方马上就会彻查你 姐姐 陈国风暂时跑不了 我先送你去医院 爸 爸 爸 哎呀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 你这样成何气筒啊 怕什么姐姐 弟弟我啊 还想这样抱一辈子呢 可是 陈天启背后的指使人还没有找到呢 放心吧姐姐 我已经啊 派人去调查了 沈君 我向你保证 一个月内 定会查出陈天启的幕后指使人 喂 你是病人家属吗 药费已经拖欠很长时间了 到底什么时候叫 我马上想办法 天天说想办法想办法 都等了你多少天了 你们再快些我几天行不行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 如果再不交钱 就把你妈接走吧 陈总答应过给我一笔钱 我只能去找他了 陈总怎么回事怎么不接电话呢 我现在急需要钱 只能主动去找他了 黄主席 你就这么走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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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 …… …… 进来 陈少 我刚听说 陈总走了 你节哀顺便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陈总之前答应给我一笔钱 让我替你拆钱 所以 你是来找我要钱的 那得看你 值不值这个钱了 我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给我钱 好 一言为定 陈少 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 搞一搞苏星 苏总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好 新研发的这一系列产品 名字就叫 Meteo吧 冒昧的问一句 苏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名字 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的重逢 你去通知记者吧 还有事 苏总 我觉得时间会不会太仓促了 宣发部那边可能把握不了时机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没有时机就创造时机 一定要抢先占领市场 去安排吧 好 苏青 真的对不起 我实际是没办法了 别人家属 我在 护士 我三姐她没事吧 医生正在处理没什么大碍 你的三姐让我转告你不用等她了 让你去接见你的四姐姜初然主人 原来我四姐姜初然 在这家医院工作 请问这位先生 你是来看病的吗 我没病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调心医生后果很严重哦 我屁股被狗咬了 很痒 屁股被狗咬了 去打狂犬疫苗啊 来我这里没有用的 我被狗咬了十几年了 最近被咬的地方才开始会了 我听说 家医生医术高超 所以啊 特地来找你看看 脱了吧 你这屁股确实是亏烂的严重 最好是把下半身全切了 四姐 别开玩笑了 你想让八弟变八妹啊 可以啊 我觉得挺好 这样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洗澡 一起睡觉 一起逛街 多好啊 四姐 手下留情 别动刀啊 你个浑小子 十五年来 你都不知道给姐姐们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哎呀 四姐 别生气了 要是气坏了 弟弟以后有什么疑难杂症 我找谁免费看过 那你这次 打算对你几位姐姐动手啊 四姐 我是那种人吗 要动手 我也得一起动手啊 江主任 蒋叶已经被推到手术室了 你应该去做手术了 哦 好 你先去吧 我先去做手术 你在这里等我 好 江主任 您先不能走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 我要去手术 现在不接人 江主任 可否借一步说话 他是我弟弟 你说吧 我是蒋叶的弟弟蒋森 我希望江主任 能在手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让我大哥 醒得慢一点 好让我 顺利继承家产 不好意思 我绝对不会作为 被职业道道的事情 江主任 想要多少钱 你说 不是钱的事情 请你走开 江主任 我的势力 你不是不知道 不要敬酒不吃 吃法酒 小子你敢打我 你给我等着 好的弟弟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你先陪大姐和三姐 你没事吧 我从小心脏不好 可能是心脏病烦 你带药了吗 有 在医带里 好点了吗 你刚刚更难受了 怎么会呢 大家快来看 向阳市医院主任 江初然 误诊了 我是不会误诊的 请关好你的嘴巴 有没有误诊 让病人自己说啊 你怎么样 本来我刚刚好好的 结果这位江医生 乱给我吃药 我现在更难受了 你说话要凭良心的 江医生 事实胜于雄辩 你医术不惊 怪谁 你别碰我 江主任 我大哥还没出院 你现在配合我 还来得及 我再告诉你一次 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好啊 那我去处处给你穿小鞋 让你不得安宁 大家快来看啊 无良用意 马路上被追打 走 咱们去看看 那什么情况 吵架呢 还拍下来 拍了 怎么会有事啊 咱们给他传到往上去 好啊 我明白了 江森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这女的怎么这样 我乱给人家看病 对 就是我搞的鬼 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们院长了 你就等着挨收拾吧 这得拍下来传到往上去 好啊 全何剃头 当机救人还是害人啊 院长你听我说 你不要相信蒋三的一面之词 他在污蔑我 他污蔑你 没事他污蔑你干什么 院长 蒋三他 不要狡辩 蒋家是大家族 咱们得罪不起 姐姐 怎么了 没事 我在跟院长聊 刚才当机救人的事 院长 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是蒋森和那个路人 串通起来害我姐姐的 你是谁啊 敢能教训我 我说的是事实 我们要的不是事实 是医院的利益 姐姐 有这样婚姻的院长 你还留在这干什么 我们走 蒋出人 你今天要是走 就缝回来了 如此医院 不呆眼吧 你 哎呀 姐姐 别伤心了 都是蒋森高的鬼 我去找他算账 啊 弟弟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我想想别的办法吧 姐姐 你依着人心 却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一定帮你逃回来 那你打算怎么办 蒋森和院长之间 一定有毛衣 姜出人 这回看你还敢不敢得罪我 喂 什么 姜出人被别的医院高薪聘醒了 不行 我必须要想办法收拾他 喂 你给我听好了 我就是要跟姜出人对着干 无聊 无聊死了 四妹呀 你天天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呀 你得多出去走走啊 出去也无聊 反正我也不想动他 你呀 就是平时忙惯了 闲下来就难受 好了 我去上班了 还说我 还说我醒下来就难伤 你不也是 周末还加班 江 江先生 我终于等到您了 干嘛 还是那句话 您不能言而无息呢 话不能这么说 现在是法治社会 说话办事 要讲究证据 江先生 您别把我逼到那一步 您还是把钱给我吧 滚 滚 小三 你可别逼我 我可有政治 我说 你是不是欠揍我 这就是 你逼我 开除 姜出人的证据 现在证据没了 你可以走了 你 你这个逼逼小人 哎呀 两位刚才的对话 还真是精彩啊 又是你 我全都录下来了 你们说 我应该怎么办呢 周先生 千万不要 那你说说 该不该恢复 江出人的职务呢 应该 应该 我警告你 别乱来 你说这事要是公布出去 蒋家知道后 会是什么反应 想要多少钱啊 说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我要你向江出人道歉 哼 我堂堂蒋家二少 凭什么和一个女医生道歉啊 既然不道歉 那就等着这证据公布于众吧 啊 周先生 周先生 周 情况不妙 看来 要用我的阴阳五行真救你 院长虽然品行不端 但我还是不能见死不救 你想干嘛 抽一枪出人 你们给我等着 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医子 你还有脸 在这喝咖啡 爸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你给我做手术室 你手满医生 再让你哥哥出事 没有的事爸 你你别听他们瞎说 事到如今的你还敢叫别 你看我打死你不 爸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爸 从今天起 大家好好待着 否则 我打断你的腿 爸 不要啊 我来让你老实 没收手机 冻结你的一切姿态 爸 不要啊 你平时理对我最好了 你最疼我了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对我呀 爸 你得罪了一位大人物 大人物 蒋僧被他父亲软禁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好说 自然是把蒋僧的所作所为 编辑成文书 然后以诸神殿的名义 给他父亲游寄过去 诸神殿 你和诸神殿什么关系 姐姐 我说我是诸神殿神君 你信吗 我不信 那好吧 我等你玩的 姜院长 大家都到齐了 等你开会呢 怎么回事 原来的院长品行不端 自然是退位 然后闲着上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不就想给你个惊喜吗 其实呢 院长这个折位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弟弟你对我太好了 姐姐 可别太感动了 诶 大姐呢 很荣幸 接受向阳电视台的采访 接下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 Meteo香水 苏总 外面传言 你这款香水 是调解了 千恒集团的创意 不知是真是假 不可能 千恒集团 只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商 并不涉足 参与香水制造 Meteo系列 是我们采用最新的 陈化技术做出的香水 制作方法 堪称独一无二 苏总 这毕竟只是您的 一面之词 您是否有证据呢 证据我这里有 苏总 这毕竟只是您的 一面之词 您是否有证据呢 证据我这里有 陈国风 记者朋友们 我们天恒集团之前 确实做原材料供应的 但近期 已经涉足香水制造了 并研发出了 Meteo系列香水 但是万万没想到 祥林龙居然剽窃 我们公司的创意 还抢先一步 接受电视台财富 单凭一款香水 样品 就想证明Meteo的系列 是你们公司的 也太可笑了吧 没错苏总 所以 我早有准备 各位记者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苏晴的助理 紫罗凤 这个U盘里的资料 可以证明 是苏晴派我去天恒集团 做商业间谍 窃取了Meteo的核心创意 紫罗凤 亏我把你当亲姐妹 你竟如此吃里扒外 苏总对不起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你就不要狡辩了 你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给我钱 好 一言为定 陈少 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 搞一搞苏晴 晴儿 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不仅可以继续给你提供原材料 还会出面帮你澄清误会 什么 我死都不会答应你的 行 既然你这么嘴硬 我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记者朋友们 降临龙作为业内知名企业 公开剽窃我的创意 你们说 这算不算行业耻辱 这太过分了 你们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 不觉得可耻吗 苏晴你剽窃天恒集团的创意 我一定会如实报道出去的 晴儿个打记者 你 你怎么打人呢 我一定要记下来 你们香灵龙集团 不仅剽窃天恒集团的创意 还都说打人 我一定要曝光你们 记者本应该是伸张正义的污蔑之王 但是像你们这样 不明真相就乱说一气的人 连狗都不容 赶紧滚 这样还敢打人 剽窃爱打人 太可恶了 干嘛 事情还没有说完呢 你想去哪 我 你以后要是再敢胡作非为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滚 弟弟 香灵龙的名誉 遭到了严重的影响 怎么办 姐 别急 我自有办法 陈总 我帮你对付了苏晴 你是不是可以把钱传给我了 今天的事差点被搞砸 你还有脸来要钱 可是我妈妈的医药费该交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你不会去问苏晴耀啊 苏晴他很生气 已经彻底把我拉黑了 长得还有几分姿色 你不是想要钱吗 只要你从了我 你就能得到更多的钱 我不要再做贫穷的回顾 曾经的死 曾经 沈君 陈天奇贩卖集团背后的主谋 查出电什么了吗 对不起 沈君 暂无线索 那香玲珑公司 被无限剽窃创业的事 这件事已查清 自罗峰 早就被陈天奇收买了 现在为陈国锋做事 而且陈国锋 还把他引荐给了一家直播公司 成了网红 等着吧 我很快让他成为瓦黑 他在哪个直播平台直播 秀尔平台 对了 听说他还经常和一名 名叫骆青柔的主播打PK 骆青柔 这是我无解的名字 好 我知道了 你继续去查贩卖集团的事 是 女神 照得好看 唱歌还好听 简直太完美 小姐去唱歌好好听啊 女神好棒啊 唱得好好听啊 关注主播了 他可以点歌吗 紫罗凤要求PK 是否同意 连麦连麦 连麦 既然大家都信我们 连麦你是连麦 那好 同意 希望骆青柔女神这次能赢 根据以往经验 够俏 毕竟支持紫罗凤的大哥们 都是有钱人 骆青柔 我也不是故意针对你 可是我没有办法 听说你之前是我大姐的助理 背叛的滋味很好吗 见识 不如我们来玩点好玩的 败者无条件地服从圣者的要求 如何 如果我不答应呢 你害怕了呀 那你就不要直播呀 干脆直接承认不如我好了 比就比 谁怕谁 女神不要 好 就你这实力就不要直播了 一千两法拉利 有百万啊 王者归来竟然这么霸气 谢谢这个大哥送来的法拉利 我就是喜欢洛青柔 不在乎人的好处 我这个人不差钱 就是看不惯你欺负人 紫罗凤愿赌服输 接受惩罚吧 好 有情如算你狠 强烈要求紫罗凤穿上比基尼 深蹲一千下 各位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杨烈要求紫罗凤穿上比基尼 深蹲一千下 各位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谢谢你帮我 姑姐 我是周易 帮你是应该的 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 给我来个摸摸大 喂 老实点 主人 人带来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想干什么 绑架我干什么 你先放开我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只可惜你 太弱了 让我很失望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他妈谁啊 你不需要知道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不想为你父亲报仇 你废话 我当然想了 我恨死那个周易 好 那我们就让他 不得好死 周先生 我对你并无恶意 咱们接个面怎么样 好啊 不过你可不能吃我豆腐 我可是有姐姐的人 狗东西 就因为你让我措施数十亿资产 准备好怎么死了吗 我不知道怎么死 要不 你来教教我 来 把他手脚打断 给你二十万 张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赵大神坛 你来得正好 快把这小子抓进去好好审审 我全身都好疼啊 我感觉我的骨头都要被打断了 小森 你看你把人都打成什么样子了 请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赵大神坛 赵大侦探 有些事 不能让我家里知道 不接受调查也可以 赵个百来万亲身损失费些 算你狠 三姐 肩膀还疼不疼 上来啊 光天花日的 那行 我先去见个人 等一会儿有空了 再来看你 那臭小子还真把自己腾根葱了 让本少等这么久 齐哥你悄悄气 要是气坏了身体 那可得不成诗了 就是你们来找我谈诗 你就是王者归来 周先生 我们好有缘啊 是啊 紫罗凤 你气完我大姐 现在又来气我无解 周先生 其实 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坏 你诬险我大姐挑战我无解 还说你自己不够坏 我那是身不由己 好一个身不由己 够不要脸的 少废话 给你五千万 以后 不准你再帮骆青柔 五千万不行 一百亿吧 一百亿 小子 你今天是来捣乱的吧 既然谈不拢 那就算了 等一下周先生 那如果 再加上我呢 只要你离开骆青柔 你想让我陪你的时候 我随时都可以 我支持骆青柔 毫无嫌疑 至于像你这样的野鸡 但我贴给你 我都先钻 周先生 要是你的姐姐被人骂做野鸡 你做何干想 如我可以 如我家人不行 你 你竟然打女人 好男人不打女人 但是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 像你这厚颜无耻的 就该打 汐哥 我最讨厌 就是像你这种 爱装逼的傻子 今晚宣二直播平台 你不但要向骆青柔道歉 还要向观众说清 你为陈果峰作为证的事 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是他们逼我的 我怎么道歉 我更讨厌 就是做错了事 还想为自己 证明清白的人 我道歉 刚才大姐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才知道原来是你 是啊姐姐 你终于知道 王者过来就是我了 谢谢弟弟 出手相救 姐姐心疼我 弟弟自然也心疼姐姐啊 那不是紫罗凤吗 他怎么在这儿 他想收买我 被我胖揍了一遍 你呀 也不知道怜香惜玉 在我眼里 只有姐姐才值得联系 走 我姐带你去吃饭 不 姐姐 晚上 请你看一场直播 两位姐姐们 今天晚上的直播非常精彩 注意仔细看哦 各位粉丝 我在这里 要澄清一个事实 我为陈氏集团做了伪证 小玲珑公司并没有剽窃创意 美女 你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呢 人非圣贤 殊能无故 美女之错就改就好 不过 关于洛青柔 我这里还有一个忘了 你们的女神洛青柔 表面上冰青玉节 背地里棒大款 行为放的 不会吧 我的庆柔女神 难道也不能免俗吗 子罗凤 你说话可是要负责的 这段视频 你们可以请专业的人士 鉴定真假 绝非伪造 洛青柔你这个档妇 脱粉脱粉 再也不追随洛青柔了 这个子罗凤太过分了 没想到 我和五姐在咖啡店前相遇 居然被她驱解成这个样子 怎么办啊 我的粉丝掉的差不多了 喂 郑总 洛青柔 你太让我失望了 公司一直将你包装成 青春深浅的好女孩 谁跟你却蹦打狂 做低速知识 现在粉丝掉光了 你也滚打吧 不是 郑总 你听我说 子罗凤 我恨你 姐姐 你别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都怪你 弟弟 你快去看看呀 还以为你回来是好事 却没想到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臭弟弟 这不是洛青柔吗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洛小姐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滚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没试过 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滚 你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没试过 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傻男 人呢 不好 出事了 玩腻了紫罗凤那样的风骚货 今天我尝尝仙 玩玩青春玉女 不要靠近我 我可以给你钱 只让你放过我 钱 那钱老子多的是 就是要玩你 你不要这样 你让我弟弟不会放过你的 你走 你好 你喊得越大声 我越兴奋 又是你 你敢坏老子好事 我不但要坏你好事 我还要废了你 姐 没事了 你怎么才来呀 你怎么á 来 你 interference 好 我 pitching 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到底什么事啊 这么不把气氛 你吴姐又直播了 而且这一次变化很大 看 今天我直播的内容不是唱歌 骆轻柔又付出了 拿个苹果干什么 是啊 公司都同她解约了 她还直不干啥 王奶奶的儿子因病去世 王奶奶现在孤苦无依 真的假的 不会是骗人的吧 今年苹果大丰收 却一箱都没有卖出去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她 骆轻柔这是做好事 我们应该帮帮她 我不收取佣金的 我只是单纯的想帮帮老奶奶 骆轻柔好善良啊 老奶奶的实际情况我也都考察过了 都是真的 你是女神啊 我去下单 支持骆女神 大家赶紧去买苹果呀 谢谢大家 骆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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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老奶奶卖水果 创下了销售记录 太正能量了 能帮我签个名吗 可以 谢谢 女神 你能给我个拥抱吗 嗯 对不起 姐姐的拥抱 只能给我 好吧 弟弟 以后你做我的保镖得了 那是自然 姐姐 我要做你一生一世的保镖 喂 骆轻柔啊 恭喜你短时期赢得了这么多粉丝 公司想聘你回来继续做主播 怎么样 对不起 郑总 我不想再做花瓶了 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主播 我的姐姐 帮帮帮帮 弟弟 晚上我给你个休息 大姐不在家吗 谁 吴姐 你怎么不接住我呀 臭弟弟 吴姐 你没事吧 我全身疼 起不来 对不起 姐姐 弟弟让你受委屈了 这不够 不够 那这样呢 还不够 还不够啊 那就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姐姐 姐姐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啊 以后记住了 对每个姐姐都要公平对待 我懂了 姐姐 弟弟啊 不会让你失望的 苏总 原料工业商到了 请您去会议室一趟 好 我这就过去 姐姐 哪个原料工业商 弟弟 这件事 你就别管了 不对 大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 秦儿 我已经让紫罗凤 在直播里生青 感谢 勿承认 杨核 我现在要怎么办 得一切 这个 我身上有什么事 是不是 有什么事 还没有 在这件事 有什么事 我身上有什么事 是 我身上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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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既然你决定来见我 说明你早就做好了准备 陈国风 光天花日之下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 你 陈国风你要不要脸 我就是不要脸 在这种地方征服你 我才更有快感 还挺行啊 陈国风 大姐 陈国风 你今天敢动我大姐 我要你的命 爹爹别打了 别打了 大姐 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合作 我只是 我只是怕公司倒闭 所以 大姐 那你别怕 我来解决 发布告出去 在华南地区 给香菱龙公司 寻求原料供应商 陈天启死后 向阳氏儿童失踪案 便没有停止 而且又有人栽赃黑龙 明显是想借黑龙之手 陷害周易啊 这些事之间 究竟有怎样的关联 也许真相 请前往城北郊外 大姐 大姐 这么早就出去了 真是个工作狂 弟弟 下午用这两万块钱 去买身像样的衣服 下午配偶见个人 既然姐姐这么在意 这次会面 那我就勉强 去买套正装吧 感谢赵总在百忙之中 来抽空见我们 大家都是商人嘛 当然以利益为限 好 那我就开诚布公了 我想知道 赵总您这边的 香水原料价格是多少 大姐 我说过会帮你解决 香水原料问题的 弟弟的心意 姐姐心领了 但你现在连个像样的 工作都没有 我不想让你为难 赵总 您出个价吧 苏总 我们的原料 打算售价三十亿 好 成交 弟弟你疯了吗 你哪有那么多钱 我这几年啊 在非洲赚了点钱 就当送你礼物了 就当送你礼物了 我反对 赵总 你看他那个样子 像是有三十亿的人嘛 他纯粹就是来捣乱的 赵总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当场查实 可以当场查实 赵总 赵总 不管你 不管你的钱从哪儿来的 你想买赵总公司的原料 都得我说了算 陈国风你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我已经提前收购了赵总的公司 什么 赵总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们公司的其他几位股东 已经签字了 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根本做不了决定 所以你的公司 是我的了 你 弟弟 我们走 苏琪 现在整个夏阳市的所有香水原料 全都在我这里 你要真的很想买 你可以求我呀 我现在是急需香水原料 但我绝不可能跟你这种小人合作 说白了我也是个商人 你只要让我高兴 我可以买给你 陈国风 那就别多圈子了 想要多少钱 说吧 你还听不明白吗 我要的是钱吗 你小子不是挺能耐吗 把这两杯白酒干了 我把原料卖给你 好 我希望你说话算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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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本少爷就是不想把原料卖给你们 你们能奈我何 我看你就是欠打 弟弟 不要再打 喂 是 士君 你 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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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太阳变愚孽 看来我对你们还是太仁慈了 说 你们在向阳市的街头人是谁 是不是人犯集团的主谋 姐 你怎么来了 弟弟 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封信 太阳殿 派人来杀我 赵侦探 被人引到此处 背后的人 是想将我们一网打尽 继续查 那个人究竟是谁 是 神君 太阳殿在向阳市所扶持的人 到底是谁呢 所长 喂 姐 你现在在干嘛 好 谁啊 请问你找谁 你是小如的男朋友吧 找我什么事 我们可以秀小如的事情聊聊吗 好 别跑 说 为什么杀小如 冤枉啊 我怎么会杀小如啊 她是我女朋友啊 既然你不说实话 那就跟我回警局 我最见不得的事 就是有人欺负我姐姐 求求你 别打了 我什么都说 生 你为什么要杀害小如 因为 因为她不赞同我做的事 我把人拐了一对魔女 被她知道了 她 她和我发生争吵 所以 所以就 你的主人 到底是谁 又是太阳殿 看来 阿胡的主人 就是他们在向阳时 要扶持的人 又让他们跑了 弟弟 你带我来这干嘛 姐 你做侦探 总是遇到很多危险 我帮你 一直以endo 再帮你 拼ünf 即将 好 拼倒 我 whistles 喂 弟 我现在感觉我全身 充满了力量 姐 你现在武功提升了 我就放心了 喂 好 知道了 大姐的香水原料问题 解决了 真的 那太好了 苏总你好 在下徐三多 很愿意与香玲珑合作 徐总 你愿意把上好的原料 以原价卖给我 为什么 名人不说暗话 我希望 苏总能够把你名下 所有产业的安保业务 承包给我 徐总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合作共赢吧 好 以言为定 来 姐姐 在干什么 弟弟 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 姐姐的事 就是弟弟的事 尽管说 公司现在有最好的原料 和陈化技术 但在顾虑技术上 有所欠缺 所以 你需要帮我请个人过来 谁啊 这么神秘 累死了 大妈 你能不能把脚伸一下 我跳完广场舞累了 我在这躺一会儿 这个地方就是我定常休息的地方 大妈 这里是公共场所 椅子又不止这一把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大妈 这里是公共场所 椅子又不止这一把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说小姑娘 你懂不懂尊老爱幼啊 这就是我天天休息的地方 我看着这个湖啊 我心里就舒服 大家快来看 这小姑娘欺负老大爱的 大妈 你可别耍赖啊 这公园里可是有摄像头的 摄像头 在哪呢 我没看见呢 我不管什么摄像头 不摄像头 反正就是你把我给推倒了 我什么时候推倒你的 明明是你自己掉下来的 我跟你讲 你不要是不给钱 你可走不了 大妈 别装了 你这戏 演得太假了 我说你是谁呀 你少管心事好不好 我是他男人 你是他男人 那正好 你们俩谁也别想走了 反正今天必须要给钱 我跟你说 你这干嘛呀 大妈欺负小鲜肉啦 大妈 抱怨我也行 一年给多少钱啊 你给我闭嘴 我可不想钱不保 谢谢你啊 谢什么二姐 我是你弟弟周一啊 弟弟 以后你就跟着姐姐好好学习 到时候姐姐给你申请个华清大学的文凭怎么样 姐姐 我是财富和权力于一身的人 不需要文凭 你少吹牛了 现在这个社会知识就是力量 你看大姐的公司 现在不还是需要我这个博士来帮忙吗 真有缘哪 喝个咖啡 还能碰到我的女神 清威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 考虑的怎么样了 对不起金教授 我还是想凭自己的实力争取一下 郭清威 别不是抬举 如果我不同意 你选的课题是不会立项的 如果您是逼迫我的话 那恐怕让你失望了 走 亲家的实力你是知道的 惹我不开心了 这华清大学你就别想待下去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敢 你 你的背景在我面前一无四处 谁敢惹我姐姐 杀无赦 弟弟 别打了 再打就出事了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郭老师 听说那件关于过滤技术的研究 获得科研奖项了 恭喜啊恭喜 谢谢啊 获奖固然是好事 但就怕是某人抄袭的 金光珊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你的研究成果是抄袭的 金教授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些研究最早是我的成果 小郭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我 星光珊你 郭秦威 你欠我的 迟早都要还给我 多阳 马上要上课了 你干什么去 郭老师 当老师处了要传言受到解惑 还要为人正直 你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郭老师 你抄袭别人的研究成果 作风不正派 愧对老师这个称号 你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纯属造谣 郭老师 你不用解释了 我们正好懒得上课 星光珊 一定是你捣的鬼 上次给你的那幅画怎么样 可值钱了 我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校长 郭老师 你来得正好 关于你挑袭的事情 说说吧 什么 校长 你为什么也相信 金光珊的鬼话 人家那是说的事实 你看看金教授的文章 明显发布得比你早吗 可是他 他一定是动了什么手脚 所以他 好了好了 不要再狡辩了 赶紧向金教授道歉 郭老师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难道校长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金光珊 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秦威啊 你说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我清楚得很 你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郭秦威 郭秦威 校长你看 咱们唐岛华清大学 这样有这样野蛮的行为 郭秦威 我则留你马上写份金套书 否则全息要通报 二姐最近好像有新事 姐姐 这个金光珊 是不是又找你麻烦了 没有 他就是想当着全校老师的面 跟我道歉 他能有这么好的心 姐姐 你要小心 放心吧 弟弟 真没事 今晚上这么多人呢 让他也不敢爽无赖 这件事 我怎么总感觉不对劲呢 擅闯杀炮狼组织禁地者 死 我是来招你们首领 协商业务的 你是什么拉动 还想见我们首领 这只是定睛 事成之后 丑青翻倍 人无资料 我们也查不到他的任何资料 只知道他叫周易 周易 难道是老八 不可能 老八早就不在了 一定是聪明 青薇啊 万分感谢你的赏光 不对啊 金光山 其他人呢 他们马上就到 咱们先喝一杯吧 金光山不会耍什么花样吧 青薇 忘了你都不喝酒了 为表歉意 这一杯我先干了 要不这样 我先给校长打个电话 催他们一下 看来酒里没问题 也许是我想多了 房间我都开好了 就等着你晕呢 小薇薇 你等我一下 我就是赶紧 这个金光山 果然贼心不死 看不出来啊 平时挺能装啊 比我还着急 你个混蛋 又是谁吗 你敢打我 姐 你没事吧 弟弟 我好热 你好热 我好难受 你好难受 姐 不要 不要啊 不要逼我 姐 我也爱你 但是我不能冲人之威啊 喂 你继续照顾好姐姐们 我的二姐 很快就会向阳市 谁 喂 大半夜的敲我房门干嘛 莫菲是来杀我的 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长得还挺漂亮 美女方明啊 我是你大爷 现在总该说了吧 我 我叫雨晶红 六 六姐 六姐 没想到你是杀破狼的首领 但是我更没想到的是 全球排名前十的杀手组织 居然落魄到如此地步 杀破狼本来的宗旨是杀该杀之人 如今 因为杀神组织的排挤而败落 变成了现在 有钱就结单 那我倒是得感谢陈国锋 能让我们姐弟相认 来 先喝点茶吧 小心 破风 你敢背叛 对不起了首领 我现在已经是杀神的手下了 杀了你 我就可以去杀神那里领赏了 你 既然你已经起了反叛之心 今天就留不得你 住手 雨晶红 破风已经是我手下 可不是你想杀就能杀的 哈维奇 你们杀神组织不择手段 乱杀无辜 早晚会得到报应 报应 你信吗 我最不信的就是报应 今天我就要踏破你们杀破了 让我们杀神组织的名号 向彻全球 好好说话不行吗 非得打 多报应 废话真多 小子 你到底是谁 猪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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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神殿神君 从今天起 你们杀神组织 就归我六级管 不乐意 那我就多了你们杀神组织的老仇 别 好 教程老大来听听 老大 姐 这些是你做的 怎么了 我只是没想到 一个顶尖杀手集团的首领 居然还会做饭 话怎么这么多啊 赶紧吃饭吧 李建红 你靠你弟弟打败我 我不服 敢不敢再跟我比一次 怎么比 在杀手竞技赛中 我们两个对决 谁先完成刺杀任务 谁的排名在前 好 一言为定 姐 你要干嘛去 弟弟 你在家等我 我出去一下 雨金红 没想到你这么快 你也不慢 那咱们就看看 谁先进入房间吧 宝宝 大姐 这个房间里面 就你一个人吗 嗯 这个女人看起来不太正常 怎么会是目标什么 看来这个女人 是丢失了自己的孩子 怎么 心软啊 你已经不配做一个杀手了 出手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六姐怎么去递好酒店了 我听说最近 这附近很不安全 这附近很难 哈 余俊虎 日子看你怎么逃 姐 姐 姐 你没事吧 姐 弟弟 是你 你刚才啊 中了治患药 现在已经被我解开了 宝宝 宝宝 姐 这是怎么回事 她应该是韩威琪找来的诱饵 看样子是丢了孩子受了刺激 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 如果我妈妈眼子该有多好 我答应你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孩子 真的吗 太好了 神都不能 伤害我的宝宝 你放我 姨妈 我是实在没想到 杀破狼组织的首领 居然是周易的六姐 我怜悯 我宽恕 只会更加让你们软弱无力 住手 霍西服所依 周易现在已经和她的六个姐姐相认 对我而言莫不是极大的好事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尽管吩咐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不过这一次 你只是配角 弟弟 你在想什么 我们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都没有得到母亲的爱 因为那位母亲 为了保护你而被杀 对吗 越是孤独的人 才越能感受到亲情 这时候 去找七姐 房间里光线昏暗 沈清风看见地上躺着一具 身着白衣的女士 陆rang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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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走开 七姐 是我 周易 周易 姐姐 你现在是畅销书作家 好厉害啊 我也有我的烦恼 自从新开了一本书 夜半无人诗与诗之后 怪事连连 十五年没见 七姐竟然出落得如同仙女一般 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话呀 听了 有古怪 我经常听见 看见一些恐怖的东西 闹鬼呀 那我不建议当一回做鬼事 静吹牛 我先去见一下泽边 回头和你细说 洛洛 你这本新书更新速度太慢了 读者都催更呢 阿珠 你也知道 自从开了这本书之后 我遇到很多怪事 你是不是精神太紧张了 对了 我又给你买了安神茶 继续喝哦 谢谢你阿珠 你对我太好了 安神茶 姐姐 我看看 这个安神茶里都有哪些成分呢 你是谁啊 这是我的弟弟周易 安神茶里 无非不就是添加了薰荫草羊柑橘等成分吗 是吗 可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些特殊的期望 怎么 你怀疑我 不要算了 我收回 阿珠别生气了 怎么回事 我怕你过敏 他既然没有恶意 这个阿珠的反应这么不对劲 这茶里一定有问题 阿珠是吧 那我看你这茶 还是送给我吧 弟弟 你是怀疑我出现幻觉 是和这盒安神茶有关 是啊姐姐 你最近不是一直在喝阿珠给你的安神茶吗 嗯 弟弟 你这样就能鉴别茶里的东西 不能 看来 得喝一口了 万一茶里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这样很危险的 弟弟自有分寸 放心吧 怎么样 有没有听到 或者感受到 什么恐怖的东西 怎么了 我 我看到 一个特别大 什么 特别大 特别大跟 大美女 你吓死我了 我就说嘛 阿珠怎么可能害我 姐 你怎么了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怎么了 姐 你不要过来 幻觉又出现了 我感受到 你体内有种矿物质 大概就是这种矿物质 是你吃饭 不对啊 我喝了怎么没事 除非 你 你有要紧的事阿珠 有什么事 能比玄音文 没有夏文革要紧啊 阿珠 之前你说这个杯子 是粉丝送的 是哪个粉丝啊 你一个大作家 哪有什么行心 去管一个小粉丝啊 这个杯子里 含有智患矿物质 才使得姐姐 最近频频出现幻觉 这么严重啊 阿珠 我所有粉丝送的礼物 都经过你的手 你要帮我查查 谁敢陷害我们的大作家 我一定把他找出来 这个杯子是证物 我打算把它交给警方 你 你们打算报警啊 阿珠 我和周易一会儿就去报警 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干嘛这么着急啊 陷害我姐姐的人 我恨不得她马上落网 我 我现在就去查记录 弟弟 我跟阿珠说句报警 能行吗 我始终觉得阿珠可疑 借此试探一下她 可是 她又有什么理由害我呢 姐姐 你知不知道 阿珠在做责编之前 也当过作家 只是没能火 这很正常啊 写作这个行业 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 能出头的 但是 我恰好查到 她曾用笔名 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内容 是这样写的 这本书终于写完了 感觉可真好呀 你好喽喽美女 我是你的忠实书粉 我现在就在看你说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好的 谢谢 期待你的新书 天啊 你没长眼啊 对不起啊 哟 我认识你 你也是写书的 对 我也写书 你跟我们露露 相比差远了 不仅人没她漂亮 书也没她好 喂 阿珠啊 房租在酒上 就赶紧跟我搬出去 抓青龙 为何你处处都是那么完美 没想到 阿珠还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她把这件事写进了文章 然后用笔名 发表在一个小网站上 恰好被我查到 可是 这也只能说明她极度啊 并不能代表别的呀 姐姐 你的新作 夜半无人诗语时 目前还未发布 你是不是把写出来的部分 全都交给了阿珠 让她暂且保管 然后找时机 一起发布 是啊 难道 这也有问题 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 她就把存稿 当作自己的成果发布 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阿珠接下来 一定要有所行动 阿珠 没想到真的是你 看来我们请军入望 这个计策还不错 我这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以为恨 姐姐 阿珠 你等着进监狱吧 姐姐 我们去医院 你别急啊 趁马上 姐 你的伤 姐 我没想到 你是天生灵力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劫略年金女子 主人吩咐 主人吩咐的任务 完成了 完成了 住手 要找你的人 要找你的人是我 你就是向阳市 贩卖集团的幕后主谋吧 你究竟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请阁下为我办事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请阁下为我办事 白日做梦 我乃诸神殿卫士 世上邪魅 匡扶正义 岂能与罪恶之人 同流合物 我知道你对金钱美女 都不感兴趣 但若是这个 你若得此药丸 便可功力大增 一个小小的诸神殿 又岂能困得住你 我可以放了这年轻女子 你也可以得到这颗药丸 但前提是 将周易召回 姐姐 写作很辛苦吧 你要照顾好身体 我知道了 还有啊 我给你买了一套保健品 你要记得按时服用 最近天气不好 你一定要 知道了 婆婆妈妈的 烦不烦 我就是要烦姐姐一辈子 姐姐 我今天就回向阳市 别嫌弟弟唠叨 你要是照顾不好你自己 弟弟会担心的 嗯 你先回向阳市 等我处理好手中事 我会来找你的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是六姐 她 喂 向阳市情况有变 请速回 苏总 七柔妹妹 过去是我不对 今天请你们来 就是想给你们道歉 紫罗凤 你别想刷什么花样 就是 我们三姐 可在外面等着我们呢 未必要诚意 我喝到你们原谅我为止 紫罗凤 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人 来 我们一起干一杯 相逢一笑明恩城 大姐 我 头有点儿晕 这大姐和五妹进去吃饭 怎么还不出来 来人啊 抓小偷 站住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偷人东西 跑到哪里去了 你给我偷来 等一下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苏总吩咐我 带你去看点资料 大姐在哪儿 就到前面 江医生 你快带我看一下 你怎么了 疼死我了 江医生 你快带我看一下 请说向阳市情况有变 莫非是太阳电有的新行动 喂 神钦 你回来了是吗 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快说 是不是我姐姐们又出事了 神钦 您别急 听我慢慢说 要是我姐姐们出事 我能不急吗 你在哪儿 神钦 你来苏总家 就会知道一切了 做得不错 除了六姐外出执行任务 其余五个姐姐全部抓住 紫罗凤那个女人 还是很听我的话的 现在我们的计划 只落实了一半 更重要的还在后面 能告诉我 是什么计划吗 不过周易如果来找我 我该怎么办 我自有安排 我的姐姐们 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神钦 是属下保护不力 这件事 恐怕和陈国锋 与紫罗凤脱不了干系 陈生 你说我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是不是该给我一些奖励 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现在缺的可不是钱 什么意思 我都已经让徐希 把你捧成主播一姐了 还不满足 陈生 你娶我吧 一个臭婊子 还想让我娶你 想得美 看见你就恶心 陈国锋 你们把我的姐姐们藏到哪里去了 诶 周易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你自己不看好姐姐们 找我干嘛 你到底说不说 你到底说不说 你们今天要是不说实话 谁也别想走 说 我都说 是陈生 这是我干的 怎么不你个臭婊子 非得弄死你不可 陈生 沈君 撂动一切力量 立刻搜索七个姐姐的下落 是 沈君 你背叛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沈君 你已经不是我的主人了 给我个理由 我只是不想再委屈自己 仅此而已 我给你的 难道还不够吗 我那么信任你 确实 对我不保 但那都不是我想要的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拼人相见吧 神君啊 这刀上涂了三宫药 你的功力 要不了多久 就会消耗殆尽 行 你个叛徒 这刀上涂了三宫药 姐姐 你们到底在哪儿 哎 小子 没张眼啊 对不起 哎 对不起就完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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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轻做得不错 周易失去了功力 一切都好办了 老实点放开我 放开我 你到底是谁 做我姐姐们 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做我姐姐们 到底想干什么 周易 没想到了 我的真实身份 乃是太阳殿大护法 今日布下这吸魂大阵 就是想用你 和你姐姐们的鲜血 来提升我的修为 没想到太阳殿 还有余孽 你休想得逞 如今你功力尽时 拿什么跟我斗 主人 五十块到了 先跟我 住手 快放开我的姐姐们 和周易 你来得正好 就等着你来填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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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三多 你卑鄙无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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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魔岛 太阳殿 采厨子之血 与天地共存 尽 钱 没想到吧 你同我大姐苏琪 在谈论香水原料问题的时候 曾经提过一个条件 那就是把苏家名下所有的安全父子都交给你 我当时就觉得 弟弟 你为什么非要问徐三多的附加条件 姐姐 我觉得是有蹊跷 你看 苏家有一块地产 在向阳市 是风水绝佳的地方 怎么了 如果这一块地产 也归徐三多管理的话 我怀疑 它另有目的 太阳殿每次献祭 都会选择一处风水绝佳的地盘 而所谓的吸魂大法 我也早有耳闻 姐姐们为了把你引出来 特意设下苦肉计 而轻 只是假意背叛 弟弟 我知道你想查出 向阳市贩卖集团的主谋 也想知道徐三多的真正目的 所以姐姐们决定帮你一把 故意上钩 不行了姐姐 这样做太危险了 我相信你的实力 所以 也请你相信姐姐们 好 姐姐 我发誓 一定不让你们出事 施君 这样做 真的很危险的 既然有人要收买你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原来如此 看来我小看你了 既然演戏 就要逼真 这次是你失算 是吗 好 啊 啊 徐三多 你杀害了保镖和黑龙 书房密室里藏匿的孩子 也被警方找到 等着法律制裁吧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六姐怎么去地海酒店了 听说最近 这个地方不太便 弟弟 怎么回事啊 解释一下吧 什么非分之想 我想 把你们都取了 抓 我叫混蛋 周易 你竟然破坏太阳殿计划 捉走徐三多 我与你独共戴天 请殿主吩咐 传令下去 在向阳市扶持新的实力集团 对付周易 是 周易 你的死期到了 不好 警察马上就要朝到这里了 那个青帮我们绑在这里 肯定是想让我们落入警方之手 但是他明明已经背叛周易良 陈总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你谁啊 你要干什么 别伤我 别伤我 还不快走 周易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如果我出事 妈妈怎么办 喂 你母亲的第一次手术很成功 第二次手术如果顺利的话 就可以彻底抗破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去哪里弄钱啊 钱的问题 我可以帮你解决 真的吗 只要你给我钱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只问你一句 你恨吗 大姐 其他六个姐姐呢 她们都各自去忙 各自的事儿了 我一会儿也要去公司 那好 我今天啊 也有一件重要的事 老不死的 吃饭了 老不死的 想起来 小第二次 咽下去 住手 我 你为什么虐待吴院长 你谁啊 杜管兴师 我是他拉扯大的孩子 你说我管不管的招 你 你是周易 人老了 不中用了 惹人讨厌了 吴院长 我马上派人把你接走 不在这儿收起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在这儿住习惯了 哪儿也不想去了 那好 你等等我 请 马上派人 给这家医院投资十亿 条件是开除 虐待吴院长的那个护工 并且给吴老 配备特技护理 看到小舟一出息了 我死也瞑目了 院长 我这次来 就是想听一听 我被拐卖钱 在孤儿院的事 你和七个姐姐呀 都很调皮 不过 你的亲姐姐 立有其人 不过 你的亲姐姐 立有其人 吴院长 你说什么 我有亲姐姐 你姐姐姐 你姐姐身上 有一个上贤月的吊坠 这个下贤月吊坠 是你的 寻找一个 拥有上贤月坠子的女子 她是我亲姐姐 是 沈君 先生好好给点钱吧 子楼凤 让你去讨钱 讨啥 周焰 以前说我不对 我求求你帮帮我 这个人比我乞讨 不然就帮我往死里打 小子我劝你 少管闲事 这个女子品行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对她 求求你 带我走吧 快点吃 吃完之后 好好算算我们之前的那些账 我们怎么算上多行 只要别再让那个男人抓到我了 怎么了 你的坠子 谁给你的 我妈给的呀 她说我有个走餐多年的弟弟 也有一条 她的那个是下贤月 我这个上贤月 你居然是我的亲戚姐 你居然是我的亲戚姐 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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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就得靠自己去抢 想为你父亲报仇吗 废话 当然想 想要的话 就要做出一点改变 你什么意思 做什么改变 跟我来 看在你是我亲姐姐的份上 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 希望你可以重新做人 我有一个这么能力超群的弟弟 我还争什么抢什么呀 我弟弟送我的房子就是好 不管怎样 我还是找人给我们做了亲缘关系鉴定 现在再等结果 放心吧弟弟 错不了的 那好 你先休息 我去我大姐苏琪那看看 亲弟弟 苏总 我们公司这次宣传片要什么样子的照片风格呀 林姓 大气 又不是女人的妩媚 苏总 领口放低点 这 这不太好吧 苏总 您看您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又性格 身材又这么好 要不拍点私房照吧 私房照 没错 女人的青春没有几年 您看 很多女孩都这么拍过 您放心 技术很好的 恶心 姐姐 怎么了 我真倒没透亮 我拍个宣传照 都能遇到变态 告诉我 那个变态是谁 这位摄像师 给我印了一组私房照 呗 私房照 对 没错 就是脱光衣服的那种 有病吗你 是 是谁指派你给苏勤派私房照 你要干什么 你想要报仇 必须忍常人所不能 你别乱来啊 英有断慧重生 人有断骨重生 只有敲碎你僵硬的骨骼 让它们重新生长 才能练成盖世神功 任务完成了 完成了 照片呢 给我 照片在我这 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就是想要苏勤难堪 看来我猜的没错 你接近我 就是为了找机会 继续对付我姐姐 周一你分清楚 我才是你的亲姐姐 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根本不是我姐姐 我心里 早就有准备 我见你可怜 从打人手中救下你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 不是的 我是受人知识的 那个人是谁 吴院长 你跟我说项链的事 是不是假的 吴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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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你对我都有养育之恩 我理应教你一生 父亲 哎 你们带我来干什么 哎 你们带我来干什么 不错 重塑骨骼已经完成 喝下人类鲜血会让你更强大 这条项链 我好像在哪见过 三姐 你竟然见过这条项链 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大师 麻烦我一下 你这里有没有出售过这种项链 这种项链象征团结美满 最近很多人来买 那你是否记得 最近有一个年轻女人来买过 女人倒是没有 前几天卖出的一顿 是一个男人来买的 那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 他来了 站住 陈国锋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喜欢吗 我信 既然来了 就留下来吧 站住 喂 爹爹 你在哪儿 快回来吧 三姐出事了 三姐 三姐 两位姐姐 三姐是怎么了 我们发现三姐的时候 她就被放在大姐家门外 昏迷不醒 脖子上还有腰痴 三妹要不就是昏睡 醒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和四妹只好先把她绑起来了 三姐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 让三姐休息一下 应该就无大碍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敌人最近 应该还会有所心痛 我们千万要小心 主人 听说周易给赵志兰治了病 还真是小看她了 传令下去 在向阳市封锁香玲瓏集团 第二 继续为程国锋提供新鲜血液 第三 招兵买马 扩充太阳电势力 是 周易 迎接新的挑战吧 感谢两位之前 能与香玲瓏公司合作 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 苏总 其实我们今天来 不是来谈合作的 是啊苏总 我们今天来 是跟香玲瓏公司 解除合作合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了 更好的合作伙伴 他们给出的价格更低 香玲瓏公司 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希望你们理性考虑 不要被迷惑 苏琴 我们今天告诉你一声 是出于礼貌 不想听别的言词 这其中 一定有人从中作稿 希望你们不要被迷惑 苏琴 你当我们弱智吗 今天的合作必须终制 好 你们不要后悔 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没办法 有人拿我老婆孩子要线 我能怎么办 好的 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美女 没关系 最近香玲瓏公司 遭到客户全面封杀 不知道怎么了 姐姐别急 这件事 我已经派亲去调查了 像要是最近 频发人口失踪案 我都丑死了 这件事 我也派亲去调查了 再等回话 喂 沈君 调查清楚了 风车香玲瓏公司的那些客户 都受到了神秘势力的威胁 一定是太阳电干的 调动诸神店人员 对所有香玲瓏公司合作的客户 进行24小时保护 同时与这些客户情缘 继续与香玲瓏公司合作者 每家公司 给予十亿投资 是 大姐 问题解决了 我的弟弟棒棒的 那我的问题呢 三姐 我出去一下 你等我消息 最近年轻女子消失路段的所有监控 都查了吗 查了沈君 他是被带着鬼怪面具的太阳电武士掠走的 好 今晚 我们就去会一会他 摸摸蹭蹭 找死你 快点走 不要让陈少等着急了 走 住手 放开那个女孩 又是你来捣乱 像你这样的坏女人 就只配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你别过来啊 你过来我就杀了他 把紫罗凤送到警局 是 说 你的老大在哪儿 陈国锋 没想到 你命还挺大 废话少说 我今天就要给我爸 报仇学恨 你别过来啊 你过来我就杀了他 把紫罗凤送到警局 是 说 你的老大在哪儿 陈国锋 没想到 你命还挺大 废话少说 我今天就要给我爸 报仇学恨 怎么可能 其实不见了 你的功力怎么提升这么多 周一 受死吧 弟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 我中极了 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 你就跟大姐我们俩说实话吧 大姐 三姐 其实我的真实人份 是诸神殿神局 传说中的武神 太阳殿作恶多端 我派人端掉他们的大本营 没想到太阳殿与你 一直在死即报复我 弟弟 姐姐们会帮你一起面对 是啊弟弟 你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谢谢姐姐 那是他们在暗 我们在暗 我们要用智慧 战胜他们 首先 我们赢 感谢各位同仁前来捧场 今天 香灵龙集团 将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请问苏总 决定是否与新品发布有关 算是吧 第一件事 香灵龙集团正式更名为 诸神殿集团 什么事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第二件事 诸神殿集团向大众承诺 每卖出一瓶香水 都要捐出百分之十的利润 用来救助被拐卖儿童 请问苏总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 那些想要毁灭我们未来的人 诸神共猜 香灵龙集团更名为诸神殿集团 看来周易是想借苏秦之手 向太阳殿发起挑战 既然如此 我就先送给苏秦一份大礼 修武者说 阿珠逃出地牢 他会不会对姐姐弟弟不利啊 怎么没人接 我得上去看看 废物 这点小事都搬不好 主人 他们主要是太难对付了 要不 实际尚未成熟 实际尚未成熟 弟弟 你感觉好些了吗 有姐姐的照顾 我感觉好极了 不理你 真的 有姐姐在 我好幸福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来的正是时候 T姐 想死你了 对了 听姐姐们说 你的灵力受损 是怎么回事 这正是我找你 要说的事 你帮我去找一个人 找什么人 你的忠实粉丝 站住 你是谁 竟敢擅闯天军禁地 我是来找天军帮忙的 天军谁也不见 请回吧 真好玩啊 天军 请你帮帮我弟弟周易吧 天军 不帮不帮 我正忙着钓鱼呢 哎呦 请回吧 哎 让我帮也可以 你懂要 拿出点诚意吧 啊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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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女伺候 真是不错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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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这边 啊 啊 舒坦了 天军 我的手都酸了 可不可以 哈哈哈哈 罢了 不折腾你这个大作家了 哎 哎 谁叫我愿意看你的书呢 啊 你下次出新书 一定要记得通知我 嗯 诸神殿 匡福正义 周易这个忙 我帮了 四方八华 五星八卦 炼此神功 天下无敌 哎呦 为什么这么久没给我带人过来 最近太阳电程源折损严重 抓人太困难了 他还有其他用途 有什么用途 我看你就是想折磨我 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奴才 我的神功 终于练成了 哈哈哈哈 姐姐 谢谢你 能够帮到弟弟 我很高兴 神军 太阳电云孽 已大部分漏我 除了陈国锋和那个神秘人 绝阵的时刻 到了